可以 可以 也不然 可能 不要 運軟 怎麼好的 通過 是 能跑到 來這裡嘗試 芭爾差要把球給懲 綁 大型 好 但是放棄這個時候 我們做功夫 國家隊需要他快速的成長 他也在進步 但是進步的幅度還是不夠 在那裡下交給了Derek Ho 現在的後仰跳投出手不進 那裡下再補沒有 這個球被美國隊又要回來 沒有打抄回來 再張開一下給他Hoe 出手的兩個時間上 策略上跟昨天對菲律賓的比賽 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今天美國隊其實 內線的牽制力並不大 美國隊的主要功夫 金山蕙已經想要到另外一邊了 但還是被定完 這球高丟給藍底下 連菲律賓裁判自己都笑了 第二把把進92比76 好球 這邊有點漂亮 金鐘葵的出手 沒有打打到 換手一球之後出手進 比賽 面對的是阿克哈文 比賽 球到底線 Mirasa 又是彩線 五分鐘以內 可以再投進兩顆三分球的話 我看比賽還是大有可為的 比賽還是大有可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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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娜 往上一拋啊 就有人去做接應 之後 帶些時候 第四節二發都不進 Mirasa 圓頭三分 BAN Nagir Miuha Mirasa 交往之後切到進去 發不中的Teardrop 現在美國隊人人都得門 兩隊是差15分 這場比賽對美國隊來講 贏面已經是非常的大了 Mirasa 高調球 又想來一個空中接力 盡算 這是怎麼回事呢 Hasanta連續兩次的機會都放槍 這可以說是有點難有手 而且 一郎隊今天真的是發生很大的問題 被繞進來了 這就是大會的那種狀況下 代替眼中距離的跳投 最後爬進去 彈他五六角 又是Warner的籃板 今天他的籃板也夠多 Mirasa 硬是要打上去 漂亮的玉米球 Mirasa 為什麼他各級 今天有兩個 中華白隊有兩個這種球 就是高打膽 我們也不要硬說他是運氣好 或許他真的有這個功夫 是 Mirasa 歡迎 Mirasa 曾經打過SBL的球員 算是這個華藝的球員 哇一圍的出手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邊戰術 在二樓四這邊打的就比較多了 哇這個球M1 應該是不算 排半 排半 比出了球盡算的動作 應該是要都是球盡也有 做一個防暗縱然的動作 中距離的出手兩朋友 就打1-7-4 就1-7-4打敗1-7-8 張可群 補頂外線出手成本球 現在是已經取得了9分的領先 第二場 再倒出來 外圍的出手成本球 紐西蘭 連續兩天的比賽呢 他們基本上都是遭到逆轉 前一天 他們是對菲律賓隊 也是在一路領先的情況上 切入到藍尼西亞出手 那紐西蘭隊呢 正宗其實有很多美國人 或是所謂的 美國人都不想輸 所以在進攻端 雙方還是卯足得進 不過乾脆兩個一起休息 那這兩個都是NCA第一級的學校 這個Erin Devontor 昨天有跟大家介紹 他是來自於這個雪城大學的球員 2005到2009的是效力於這個大學 他們沒有放心 三分外線直接起了MILDA 投進了三分球 3 MILDA 三分 這比賽結束之後 這個在Youtube來頻道呢 會為大家帶來頒獎 MILDAO就是典型的傭兵喔 哪邊有球技 哪邊出得起錢 我就去哪邊打球 我可以選過這朋友的G8也好 WOW